好,我們在這裏開始 你說易又不易,難又不難 因為這裏主要考的東西是考一些好處或壞處 即是學過這麼多 policy 之後 而且它會考在某些特定個案底下 它會問你如何影響那些 variables 例如在Econ有些題目 最多它會問你 Expain with one economic variables 它沒有回答你什麼economic variables 既然是這麼困難的話 不如透過這份筆記 應用那幾條 今個星期可能比較困難 因為會分了有三段的情況 第一段就是這個 後面會教你long quack和MC 相對上比較短 最後會有一隻Evaluation型的題目 最近就考少了很多很多 但是沒有辦法 我還是要先教給你們 因為擔心有機會 做一條百分的話 全部都沒有考 所以就擔心中伏 OK 所以我們這裡就先教它 可能會有三條影片 功課的話至於今個星期 由於三條影片這麼多 功課就會變成星期 下個星期五才會交 下個星期五才會交 就交這個 market force 下個星期五才會交 現在我們會刷這個第十六課 大致是這樣的 先說給大家聽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說了 我們這些Gap Inflationary Gap 或者Deflationary Gap 其實我們叫做 Internal Embalance 即是你自己的經濟體 裡面有些不均衡的情況出現 我們可以畫一畫圖 因為這些都很簡單 這個已經一組設定了 其實這個就是P 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0 這個Y 這個就是AD 這個已經一組設定了 這個Sras 兩邊都是這樣的 然後這個Lras 要記住Lras 動下來這個位置 已經是potential output level 所以就是YF 那這邊 我用粗了一點的筆 用完先 然後再轉 然後這個Sras 然後這個Lras 最後這個動作YF 可以嗎 potential output level 先找Sort 1 Equilibrium Point Sort 1就是交叉 可以嗎 所以應該先找到這一點 可以嗎 可以嗎 就是這一點 然後這裡也是這一點 所以這個我們叫Point E 可以嗎 這個Point E 這樣就會動下來 這個位置就是YE 對不對 這裡就是YE 我們基本上 暫時這個就先做完 再下去我們就要檢查 你要記得貼近0的小 所以這個就會小 這邊這個也會小 中間這個Gap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這個可以反映到 就是那個actual output level 現在大個potential output level 所以這裡我們就要寫 Inflational Gap 我這裡因為我用白 不要了 我這裡有什麼 蠢了 怎麼這樣打不開 Inflational Gap 然後這裡我們就再畫 這裡你會看到就是那個actual output 今次就會是小 potential output 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這一部分 變相那個 現在就會出現的是 Deflational Gap 可以嗎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可以嗎 之間那個 我們基本上這裡就是畫完 就是這麼簡單 OK 記住要懂得分開 考試也是這樣的 所以它就會是 Experiencing Inflational Gap 你可能一開始的圖 你已經要這樣設定給它 或者Suffering from Deflational Gap 那你的圖一開始就設定了這樣 所以你會看到有這樣的分別 可以嗎 OK吧 沒有問題 就是這樣 我這裡刪除了 好 那要去解決這個 Inflational Gap 通常這些題目 就會問你 我可以怎樣解決它 其實用Fiscal Policy 也好 用Monitoral Policy 也好 兩者都可以用的 可能在題目裡面 你只要舉個Examples 如果要舉個Examples 的話 Monitoral Policy 就要寫多一點 因為Fiscal 就可以這樣寫 只能動一個G 但Monitoral Policy 就不能只能動一個G 例如還有什麼 required reserve ratio Discount Rate 前面才會學 然後是Open Market Operation 如果這個是Conjectionary 就會是Sales Expensory 就會是Purchase 然後是Currency 然後是Currency 但那個比較少用 就是這三個 可以嗎 好 那麼Fiscal就容易一點 因為通常很多同學都直接懂得 G 怎樣動 升 就已經搞定了 OK 好 所以我們就再看下去 Fiscal Policy 例如這個位置 我們怎樣可以弄走 Inflationary Gap 你要記住Inflationary Gap 是我們現在的 Current Output Level太高 那麼我們的目的 應該要按下它 按下它 按下它的話 就要行一些Contractional Policy 至於是什麼Policy 如果是Fiscal還是Monetary 就要看下 設定的 我們現在一次看完 例如如果是 財政政策那邊 Fiscal 要怎樣弄 你會看到就是 按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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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最後會令到Output 所以我們就叫Contractionalary 所以你看到 這裡只是Proof 一次給大家看 G跌 AD跌 P跌 Y跌 可以嗎 沒有問題嗎 這樣也不是很難的 再下去後面 看到Monetary Policy Monetary Policy 有時候 你會看到 目的最終會是 Wed Output 所以我們會先在 Money Supply 但中間你會看到 推論的過程 相對上多一點 多一點 好 這個選錯了 Money Supply 跌 接著Interest Way 升 成本你會看到 升了 但這句 不是必須的 所以你不寫也可以 這句不是必須的 我會說 你如果有辦法 推到這麼小 你會推到這麼小 但沒有的話 你會有些都可以 skip OK 這裏就是 Consumption Investment 跌 AD跌 P跌 套跌 如果跌下去的話 我們可以畫圖 你會用剛才的圖 我們可以用紅色線 因為跌 跌的話 例如這裏 我們會變成AD跌下去 先移動 這裏不漂亮 它會移動下來 即是會出現AD2 即是會把AD線推低了 可以嗎 這裏會儘量 把Y2 我把Y1 減回到YF 由於我這裏不特別用 Market Adjustment 我不會用雙箭嘴 沒問題 OK 好 再到旁邊那裏 旁邊那裏 旁邊那裏 你會看到 我現在的Deflational Gap 即是我的Y比較低 我想推高 我現在的Actual Output Level 推回到Potential Output Level 那要怎樣做 所以現在就有E點 為了走 AD上去 你不會突然推到這一點 沒可能 所以你只能推到這一點 所以你把AD提升 Deflational Gap 就會推到這個位 就是AD2 OK 我先在這裏 這一點 我先在F點 我選擇了其他簡單的東西 只要在這裏 P我們就不動 因為這次主要的目的 我想要如何清掉 Inflational Gap 和Deflational Gap 所以這裏就完成了 這裏要大家畫上去 你自己等等畫上去 好 我們看看 還是提醒你 多用一些顏色 你再看下去 來到這裏 你會看到 Fiscal Policy 我們剛才要推到AD升 兩個一定都會用Expansion 至於這裏 你會看到 這裏應該是D OK 所以你會看到情況 會是這樣的 其實都是 如果要行Fiscal G升 AD升 P升 Y升 Monetory Policy 就會是 Supply要升 按下 interest rate 然後會令成本便宜 成本便宜 這裏可以 背不上 你便可以 skip 之後 Ci升 AD升 P升 Y升 所以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這就是其中一個 我們會發生了一些Policy 導致有些影響出來 影響出來就會有些 Inflationary Gap 或者Deflationary Gap 我們現在這裏 再下的話就會看 如何解決 Inflationary Gap 或者Deflationary Gap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基本上D部分的佈局 就會是類似這樣的 即是如何解決一些 本來衍生出來的問題 可以嗎 所以我們繼續下去 第二個就是 External Imbalance Internal 就是講解那個Gap 如果是External 就是Trade Balance 即是x-m 正常來說 Balance等於0 如果等於0 就是Balance 大於0就是Service 小於0 你會看到是Deficit 那有什麼方法 我們可以解決Trade Deficit 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看看 例如可以把我們的 本地貨幣貶值 或者叫政府加一些Tariff 或者Quota Tariff 其實就是關稅 你當它是Tax 稅就可以 不過是Tax on import goods Quota 之前都學過 我們也當Quota on import goods 所以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下去 你會看到有什麼 例如我們先把 紅色字改了一點 我覺得用這個Terms 比較合適 或者用字比較適合 或者用字比較適合 比較適合 好過之前 之前的比較 Foreign Goods 或者Price 會是像 我們突然的Price 會轉變 先用那隻 反而現在這個 用In Terms of Currency 就會比較 合適一些 你看看 例如我們本地貨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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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減少一點,再減少一點 最後是NetExports 整體會升 再推到後面,所以Trade Balance會改善 一問到Exchange Rate 這些位置通常都會比較難 但不要緊,大家照樣做一做 另外再看下去,加了一些入口的關稅 或者Quota配額 這只會影響進口 進口的入口就會減少 所以導致我們減少一點 最後是NetEx出來的數字會升 而Trade Balance會因為這樣升 可以嗎? 沒問題 再到後面,Fiscal Balance Fiscal Deficit 會是T-G T-G 可以嗎? 這裡有少許不同 我用了Government Spending 因為Government Spending 我們進入到這裡 OK? 好 再看一看 怎樣解決Fiscal Deficit 這個問題呢 例如Fiscal Deficit T-G T-G 所以有兩個方向 減低 一是推高T T 一是減低G 可以嗎? 但是同樣 例如上面的政策 就變成沒有特別說 這個政策 例如我推出來 Local Currency Deficit 這個政策 我只是說了它的好處 其實還有一些壞處 但是比較少問 所以這裡就沒有特別在寫 反而下面這個可以深入探討 例如你看到的 我當然加了Test Reference 例如收多一些直接稅 我那個Fiscal Balance 自然會更改善 這是其一 但是其二下去 有一個Butt字 你看到 那是什麼意思呢? 後面就是 我加了Test 雖然有A的好處 但是會帶來了 有一個B的壞處 就是怎樣? 你加了Test 我便少了收入 我少了收入 我消費也比較低 最終是AD也比較低 所以Price Level也會跌 也會跌 所以變相就是 有一個好處 一個壞處 到底最終是做還是不做 那就是一些Evaluation 的題目 做還是不做 反而那一邊 我們就要講清楚 可以嗎? 這一邊就是另外 用減低G 但是我再多一句 你會看到 減低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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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可以令到 Fiscal Balance 直接好一點 因為G這個數字小一點 變相可以等於T 等於G 那就已經搞定了 但是另一方面 你想想想 我拉低G AD就會跌 然後P又跌 要考慮一下 簡單來說 你要看 優點多一點 還是缺點多一點 但是我們現在 其中一個 例如是 其中一個優點 其中一個缺點 我們還要考慮其他 Variables 就是這樣想 我們把這些 所拆在大碟 那就是 Evaluation 或者Data Response 在你們的功課 是打不切的 沒有 所以就可能看看 會不會 教書衝快一點 衝得切的話 六月底 都還可以教你 我都希望 期望你 六月底的考試 你會試一試 怎樣寫的 因為一些十二分題的時候 最喜歡聽到 就是氣兵 或者有一大堆氣象 那些氣象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很喜歡 十二分 直接送給我的 直接下袋 沒有問題的 你最後來的成績表 今年也是豁胡 那 就是 都說 學校 總之 是 希望大家 齊齊整整 總之你有上課 都容易合格 那我出的 例如 DRQ 都會出得 相對上容易些 但如果你都不合格 那你就 OK 你都是自己 要反省 好 我們看一看後面 TG 搞定之後 另一些 就是 可能會有一些 負責出現 那這個負責其實就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就是 偏向就是 普通的價格 那為什麼突然考慮普通的價格 因為 你看到AD 那邊移動 這些其實會影響 價格 這個價格 跌其實就是 暗示著 會出現 如果價格 會升 有沒有升 有的 價格 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 就是有負責出現 因為這些都是index 它一定指的是 負責或是 負責 所以後來我們這裏 就把負責 所以我們先看看 負責的定義 就是有一個 持續的 普通的價格 普通的價格 最重要的是 普通的價格 和普通的價格 普通的價格 負責取消 負責就是 負責就是 負責不停地上升 你的目的就是 把負責不停地上升 所以你就要用 contractionalary policy 因為contractionalary policy是動 AD 即是會 跌跌 即是要按下 P 就是要contractionalary 但小心的就是 我這裏只講了 負責 有機會考試 它變成一條 deflationary 那你就要把所有東西 調轉 即是如果這條 題目是deflationary 那你便要用一個 expansionary 即是如果它是 在走一個 deflation 你就要出一個 expansionary 的fiscal policy 或者expansionary 的monetary policy 可以嗎 我們這裏 先收拾一下 那又是這一句 可以不要 好 那我們先去看看 fiscal policy 我這裏就沒有那麼糟 因為 如果我們說 fiscal policy 剛才也說過 government spending 裡面是有 就是除了是 government expenditure 也可能是 subsidy transfer payment 那一類的東西 我們都放了 government spending 小心點 它的平衡是 government spending 但是實施了 會不會影響 government expenditure g這顆數 是我拿了g 這個不是太對的 即是 short form 我拿了g 我拿這個short form 叫做g 其實也不是太對 應該是特別寫著 gs 可能是這樣 government expenditure 才叫g 所以小心點 就是 例如後面這一條 他會說 加一些subsidy 不會增加了g 你小心 就會影響 short one as那邊 即不會增加 government expenditure 但會影響了government spending 所以你會看到 很小心 很小心 到底government spending 代表什麼呢 你這裏 必須要聽清楚 和記錄 給自己想 你會看到 如果是一個 conjectionary physical policy G跌 AD跌 P跌 Y跌 這些都很簡單 但反過來 另外想按下P 的話 你不要經常用這樣的政策 把自己的output level 按下 你反過來 都可以令到 那個output level 升也可以 例如什麼 例如你提供一些 資助 subsidy 給一些producer 然後令到他增加了subsidy 那他成本就會減少 那成本減少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他的short one sras 增加了 可以嗎 變相就會推低 同樣兩個都會推低P 你會看到 但如果把兩個政策 減少 和增加subsidy 有什麼大分別 你會看到 一個會令到 那個output level 跌 一個會令到 那個output level 升 所以是雙向兩邊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好 好 那再下去了 反過來 例如 你可能會看到 反過來 用montrate policy 那邊 那邊 將你的money supply 減低 然後 總之 也是這樣推 OK interest weight 升 抗心上 少 AD 下跌 最後 令到 price level 下跌 最後 目的是 按下 price level 所以 就算 monetary policy 那邊 兩邊都是 contractionary 當然 你問我 不是 你這個後面 好像 立場有點不同 是的 下面的subsidy 而 to producer 其實是相對上 可能行的 一個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 由於 這邊是動的 那邊 所以我特意 很大隻字 寫了個or 這裡也都前面 沒有塞一句 到底行一個什麼fiscal policy 因為 我就想這樣拆開 還有很多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同學 一看到contractionary policy 他已經想到 g那邊 所以你看到這個or 是我另外給了一個 alternative 那大家想想 考試的時候 你想想 supply那邊 會不會怎麼動 那你都可以想 這個方法 再下 收入不均 收入不均的話 這裡 太大 都會引致到 social unrest 社會不穩定 但是 真正的定義 其實是什麼呢 我們會比較的 你可以當兩隻手拿出來 一個放高一點 一個放低一點 兩隻手 一高一低 其實中間一高一低 什麼意思呢 就是高一點 就是disposable income for high income group 低一點的手 就是disposable income for lower income group 如果兩隻手 中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那麼 income inequality 就越來越大 就是這樣說的意思 這就是所謂的income inequality 收入不均 在中陸 其實會再詳細調較多一點 但是現在我們先說一下 如何解決這個 income inequality的問題 第一 派錢 派錢還要集中 我只是派給窮人 我這裡有寫了 只是派給窮人 派給窮人多一點的時候 窮人的收入是不是比較多 但是反過來 有錢人的收入就沒有變過 整個 income gap 不是會因為這樣 所以那樣的差距會比較少一點 就是它的差距會比較少一點 這個幫我刪除了它 也是打多了 另一方面 我除了派錢之外 我另外可以想想一些方法 可不可以減少一些 現有手頭上的indirect text 因為indirect text是regressive in nature 我在這裡可以寫一寫 我可以多一點解釋 indirect text是regressive in nature 好嗎? 如果你吸了一些indirect text 是regressive的 那不是會對窮人有好處 因為窮人相對上比較多 你看到窮人還是有錢人 就是你還是李嘉誠 他都會人工收入高一點 但是對於你來說 你收入100元 你多了10元 李嘉誠是100多億 然後多了10元 對他來說還未不足 所以你會看到 他兩個都是同樣多10元 但是你的百分比增加 百分比增加 百分比增加 就會比別人更大 所以你會看到 相對上的income distribution 現在就會變得更平均 OK? 那你就會看到 這個就是solution的方法 其中一個 好,再下 或者調轉 我們可以看看 如何動動 direct text 上面動了一個indirect text 然後派了錢 還有一個test 我們就動動了 direct text 至於direct text to low income group 其實機會比較微 但我也先寫了 例如針對一些窮人 相對 這個是relatively low income group 你可能比較的時候 第一ViBE人 一定是給到standard Test weight的人 還有一些 middle class 給到marginal text 的那些人 的比較 那於是點low income group 就相對上叫 就是他們不會悠窮到窮窘 那一隻 那一隻 但中產人士的身份稅收入會減低 但對於高有錢人來說,沒有任何人減免 變相大家的收入差距縮窄了 如果是相反的,比普遍稅收入更多 即是李嘉誠收入一個月,一億不足,可能收入一個月十億 我們薪水是不影響的,但李嘉誠的薪水是被剃掉的 所以我們之間的差距不是太近了 基本上,有五個的分別 後面會說一下有什麼變化 至於在特別說變化之前 還要說多一點ADAS前面教過的東西 有一部分,第六部分是很重要的 就是其實外出升後會影響 會影響那個Test 影響那個Trade Balance 以及怎樣影響那個Fiscal Balance 其實當我們外出多一點的時候 之前說過外出的Y 除了介紹出外 你學過循環的Circular Model 就是Income Approach的三個相等 所以你會看到 外出應該是等於Income 簡單來說我們等於GDP 也等於Employment Level 其實就是接著三個都會一樣 所以當我們的外出多一點的時候 其實就是暗示著我們收入會多了 收入多了的時候 我們就要多交稅給政府 對不對? 假設G不變 即現在T升G不變 所以就是T大於G 最主要是整個Fiscal Balance 就會升了 對不對? OK? 這裡應該是T等於G OK? 再落到後面 如果Trade Balance那邊又怎樣? 你收入多一點 收入多一點 收入多一點 你收入多了的時候 你可以去旅行 或者買外國的貨 在香港買外國貨 大量買 就是Import of Goods 或者你去旅行 就是Import of Service 所以你看到無論如何 都會令到Import of Service 更多了 但是在這個 context下 你就會看到 Export是沒有任何改變 可以嗎? 最後來 X的上升總額就會高一點 所以Trade Balance就會因為這樣 更改變 可以嗎? 那情況就是這樣 OK? 好 我們今次一次過落下 看看加C 加G 加X 會怎樣一次過影響 三個Variables 就會讓你們參考一下 例如第一個 他可能問的 怎樣會影響Output OK? 通常都會問 怎樣影響Output 你看到 增加C的話 我想都不用特別多說 但是現在人家 專注在問你的Gap 怎樣變 你就會知道 Output是升了 就會動了 這個 Actual Output Level 因為是靠差的位置 正常不會動 所以暗示著 YE現在會比Potential Output 所以便會有Inflational Gap 可以嗎? 下面有些簡單的 你有一環子 就是把短形寫下 當短形寫下 短形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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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到後面 例如G星 怎樣影響Output G星其實都是一模一樣 另外一模一樣 最後面的YE會大 YF 有Inflation Export 都不要太多說 Net export 之後就AD 升 所以你會看到 第一排 關於這三樣東西 CG X 怎樣影響Output Level 是簡單一點的 再下TG和XM,這就比較困難 我們看看,當C增加了的時候 接著就AD升,AUCO升 我前面已經全部飛了,就是C的步驟 簡單來說,C的步驟,我這裡全部飛了 直接出AUCO,不然我就要加這麼大段的東西在夏天 所以就沒有加 可以嗎? 這裡就會考考一些第六個項目 就是當我們知道AUCO升的時候 到底怎樣影響T-G? 沒有,AUCO之後就沒有 變相你溫得不夠熟 因為我們的產出多了,我們收入多一點 是否令到市民的收入都會多了? 所以就會變成多人跌入稅網,或者給多些稅 假設G不變的話,T就現在會大於G 所以最後來說,整個Fiscal Balance T-G會升了 就要考慮多了這句 正正是AUCO後面的項目 你要考慮多一點 比起以前的項目 簡單來說,我們現在是再建立了上去 OK? 好,再下去了 中間的是G增加 G增加之後會一直推,推到AUCO升 但最後來你會發現,不是AUCO一升的話 會影響到T-G會升 但不要忘記在第四副後面 有個我們叫做Direct Effect和Indirect Effect 即使現在T-G會升 即使現在T-G會升 我們都會說,市民很喜歡在優惠中抽些錢給T-G 所以對C的擴充項目的影響 沒有那麼大 即是比起C的跌幅 或者我們說後面C的改變 其實怎樣都會影響T 就比G的直接上升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後來這一句 其實這一段 中間的畫 這裡 你這裡飛過去也可以 總之你聽不懂的白畫 就行了 其實就是在說T上升 但最後來講到美國政府的上升 G 因為它是一個 決定了的事件 即是發生了 OK? 你會看到T雖然升 G雖然升 但是G的上升 因為題目一開始給你 而你的Test Revenue的上升 其實有部分可能是來自Savings 所以對C的跌幅沒有那麼大 所以你會看到G的上升 這次真的上升得多很多 所以overall來說 Fiscal Balance G升得多一點 T-G現在就會小於0 對不對? OK? 所以變相就是Fiscal Balance Version 我們這裡就不會直接說 它是Fiscal Deficit 因為Version的意思 可以是由100 跌至50 而你們都不應該寫Fiscal Balance Increase還是Decrease 因為我一直都是教你們 大家看到Balance這些字 我每次都會叫大家 使用Improve 或者Version 所以這些位置 麻煩你跟足一點 特別是你全部功課 現在都在家裡做 之後我就想不明白 為何你打開筆記抄都不肯 這個世界有一個最大的禍處 就是懶 你一懶的話 無論北記或什麼老師教你 你都一定會不會 因為這是你人的問題 OK? 好 再下去了 我們看看Export Export也是這樣推下去 推到最後又會看到T升 可以嗎? 所以在Fiscal Balance 方面 最終都一定會升 可以嗎? 因為你會看到 由頭到尾推 只會影響T 即是令T升 可以嗎? 即是這一塊 但這塊不影響G 所以沒有所謂 OK? 好 再到後面 又是C G 還有X 看看 但變相C和G 就比較簡單 因為它們沒有涉及其他東西 由於Tray Balance 所以很簡單 總之就是 如果是C星 最終會令M星 所以現在會有Version 因為Export 不變 但反過來 你看看 G星 這個其實跟前面 剛才一樣 都會是Import Export 不變 最終會變成Version 唯獨 最終是 一開始的發言 或是Event 是先講Export 所以去到後面 就會是Export 上升一定會比Outport 上升 可以嗎? 簡單來說 這個Export 上升一定會比 Import 上升 可以嗎? 所以最後 你會看到X 上升一定會比M 上升 所以整體來說 Tray Balance 也會更改 後面 就是這樣 好 這就是想大家的表 根據剛才 這裏全部都是升 我的表 就是全部都是跌的 所以想大家做一次 全部都是跌的 例如全部都是跌 那會怎樣 我們就會說 例如G跌 G跌 然後AD跌 AD跌 就是Y跌 所以當Y跌的時候 你會看到YE 就會比YF小 所以這個Case 就會出現了 Deflation Gap 可以嗎? 這裏我可以第一次 這個Case 我可以記錄 這個Case 也會有Deflation Gap 再下去 你會看到 這裏是 不停地跌 先看 這裏會繼續 這樣說 G跌下去 你自己可以寫一個流程 當G跌 AD跌 Y跌 T也跌 但要記住 這裏一定會跌得少些 OK 因為我有機會 你的Tes 比小了也好 關於 那些Saving Effect 那些東西 所以就會令到 T的跌 對我們成為影響 比較間接 而 唯一是G 在一開始 這個Set 就是跌100 那麼多 因為這個T 我們都會成為Tes Weight 例如你收入少了 我們都會計算Tes Weight 例如10% 那你收入少了100 你計算Tes Weight 其實你只是少了10元現金 那就是Tes Revenue 跌的那樣的想法 所以T這個跌一定會跌得少些 相比 所以G跌得更厲害 T會更大 所以現在這個就是 Fiscal Surplus 再下去後面 G跌 一定會去到 Import of Goods and Service 所以M跌 所以M跌 但是它又沒有說Export 怎樣 所以 變相Export 現在會更大 M 這個就是Tray Surplus 我們可以用同樣的落抽 做剩下的 剩下的 剩下的 如何做 大家可以參考上面整個表 OK 那你做了這個 我交給你 然後幫你看看 有錯的 我當然會叫你們 上個E-Class 保持著每天去檢查 檢查完自己 有什麼功課改好了 那你馬上改吧 那我回來就會把所有的 都收回 分一部分收 因為回來一個星期 都有三個堂 即是按照日期的話 那我每天都收你三張 然後我看 如果有什麼 就留你堂 那你給我改完 然後你才好放 好 再落到後面 那就差不多 這個尾聲 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讀這些 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 Monitoral Policy 甚至乎 反過來 Contractional Policy 有沒有什麼好處 Advantage 或Disavantage 你這樣問 那就對了 小心第一個 我這裡只能選擇一邊 為何我另一邊沒有選擇 不要緊 即場和你們選擇 小心的就是 這個A部分 它會怎樣影響 Output 那個Level 例如我現在已經處了 Deflational Gap 我現在推了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 就會把Output 推高一點 本身Deflational Gap 不是會收窄了 或者是完全取消了 對於我們來說 是一件開心的事 但不是 如果現在已經是Expansionary Gap 然後你再加上Output 只會令到它更闊 越來越大 OK Widen了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這個Gap 這就不太好 好處 這一個怎樣考 你都要小心 如果有些Evaluation的題目 或者一些考試的答案 你們的師兄師姐 會常常會假設它 現在處於一個什麼什麼的 如果它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但就小心 這題目 有時候會已經設定了 Contest給你 如果別人本身設定 Contest給你 它是Equilibium Point 然後你還設定 如果它是Inflational Gap 基本上後面都不用看錯了 所以要小心這件事 可以嗎 OK 再下 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 會有什麼好呢 你會看到 就是 我們這個是Expansionary Monitoring Policy 先看一下 它好像抹錯了 第八 看看這個 看看 看看 例如說 是一個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 即是會令到Output Level升 為何會影響到Price Level 你可以記下 例如 之前剛才教過 如果是一些Subsidy 如果是一些Subsidy 那便會屬於一個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 因為你是被津貼的 你會影響到少少少G 即是Govern Spending Spending OK 如果你真的做這個Subsidy 的話 最終會令到SRA升 Price Level會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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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會令到我們生活的成本相對上 減下 從而令到 Price Level會減下 Price Level會減下 可以嗎 但如果純粹是用G星的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 也有一個壞處 就是如果我純粹是G星 令到AD推高 那 其實就會令到我們Price Level升 我們的生活的成本都會貴了 最後每一樣東西的Price Level會減下 可以嗎 就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OK 好 再下 Protential Output 由於這個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 它沒有限制哪一樣東西 我可以提供一些 持續進修基金的培訓 或者是給多些免稅 去持續進修 或者是學習多些東西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會令到我們工作動機 或者教育水平會增加 生產力會增加 生產力會增加 所以最後就會變成LAS 但不是的 如果你跟我說這個 如果 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 你選擇了派錢 派多些失業援助金 你派得多失業援助金 不是不好 但是在這方面 就有些不好 簡單來說 他們失業的成本 因為這樣偏低了 你肯派失業援助金 那他們就全部失散了 全部失散了 又是耐久的話 會出現unemployment unemployment 耐久就會有lots of skills 的情況 就是lots of human capital 所以就令到我們整個經濟 會因爲這樣 LAS 跌 整個經濟在Potential Output 就因爲這樣推後了 所以這裏就要小心一點 因爲這裏我説的話 就不是全部列了 同一個政策 所以最好你要先了解清楚 到底是甚麼是 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 總之是關於動T 或者動G 而是可以增加到我們 我們可以增加到 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 所以我們這裏一次過就說了 再下跌的話 你會見到 例如是派錢這些東西 OK 那派給窮人的話 你會見到派錢 派多些給窮人 窮人的收入差距 因爲這樣減弱了 因爲有錢人 他是不會有任何收入的轉變 OK 再下跌的話 我們對一些高收入人士 反過來 如果你看一下 高收入人士的收入減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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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直接稅減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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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高貨幣不是賺多了錢 但窮人的收益反而沒有改變 所以會令整個貨幣的貨幣更加不均 行不行 我們繼續推進後面 看一看,這裡好像吞了一些位置 我再下一點暈眩 這樣應該解決 調整的大學 我們會講交易貨幣,能減 скорее減減互 全都是減的看 같아요 如果提示減減速度會減少 所以在這個位置的時候,你會看到,我們只是把後面的字改了一點 好處就是,如果TestWay,就是Working Incentive那邊升得比較強 比TestWay的Default 你不會看到整個Test會因為這樣升,T會比G大,所以Fiscal Balance會不會升 另一方面,如果那邊跌得比較強,TestWay會不會跌 反而會令Fiscal Balance更加強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Advantage和Disvantage 其實理念之差只是在後面的小小小的字 基本上,無論是Expansionary的Fiscal Policy,這邊都已經講完了 你會看到,我們都是用上面不同的Variable 我再重新鋪排,再講一次,可以嗎? 所以後面我們會再這樣講,但我們會多用三個 那就是Expansionary的Monetary,Contactional的Fiscal和Contactional的Monetary 那如果那些門位是怎樣的,基本上你跟著去做就可以了 唯獨是Expansionary的Monetary Policy,我有一個其他好處要特別講的 它這個紅色的好處就是貨幣政策才有一個獨特的 甚至乎是比Fiscal Policy更好 那為什麼呢?因為對於貨幣政策來說 它如果有一個好處就是,它有機會都是透過調控interest rate 來增加一些investment 那當增加investment的時候,其實它可以是investment on infrastructure 那如果它是一些investment on infrastructure 所以它比起其他,另外有一個額外的好處 就是Monetary Policy,原來都可以增加到YF 即是Future Productivity,也會增加到YF 就是透過我動的required reserve ratio 然後它會因此影響到I的投資的數量 而I投資數量可以是投資在基建或健康等等 所以對Monetary Policy,其實也會有一個好處 可以嗎?OK 一些擴張性政策,無論是Expansional的Fiscal Policy 或者Expansional的Monetary Policy 這些都說完了 接著下去就會說是Contractional的Fiscal Policy 其實你會看到全部東西都剛剛好相反 所以我大體,我會慢慢順著次序錄一次給大家看 說的情況就不太多了 但我不知道我剛才有沒有skip到一些東西 我現在可能再詳細說一下,例如Pricevel 當我們走一個Contractional的Fiscal Policy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例如我純粹是令到GE跌了 純粹是令到GE跌了,可以嗎? 純粹是令到GE跌了 當我減低了GE的時候 就會令到Pricevel跌 Pricevel跌不是一個完全的壞處 因為Pricevel跌了的時候 有可能會令到整體物價水平減減了 其實我生活的壓力就沒有那麼大 因為例如Pricevel跌了的時候 現在的Lunch,你看到外面是50元一個Lunch 之後就會變成Lunch可能變回30多元 通常沒有那麼厲害的時候 我的錢就變得更好用 所以Pricevel跌會比較高 所以這個位置是一個好處 可以嗎? 反過來另一邊 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Contractional Fiscal Policy Disadvantaged Pricevel跌 這邊又是跌的 你要自己有時候聽我說完之後 在這裡再記錄一些字 OK? 再記錄一些字 這就是在說政府費用的跌 但是這個我可以怎樣呢? 我可以例如是 Contractional Fiscal Policy 我這個可以增加了一個 Imposition Contractional Sales Test 這個General Sales Test 你會看到為什麼我這樣寫 這個會令到SRAS跌 從而令到Y跌 從而令到Y跌 即SRAS跌 接著P升Y跌 就是P升 如果P升的話 就會令到Cost of Living高一點 Portracing Power of Money就會跌 所以我們現在學的這些 只是個網絡 實際上用哪一塊好呢? 是看考試的那一天 它給你什麼Policy 然後你才想下去 扔下去 至於Output Level 你會看到是 通常看好考試給你什麼 你不可以自己厲害 如果是這個情況 用這個Policy便好 不行的 你要看回題目 如果這題目基本上說 現在處於Initial Equilibium Employment Level 那基本上 Output Level 你都不能寫得住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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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問你好處或壞處 你就不能舉這個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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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去了 一些Potential Output Level 怎樣有壞處呢?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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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應該是用這個 OK 再下去的話 就是Condertionary 例如我們切了眼睛 因為這些相對上 我們就不特別寫了 我們可以在兩邊一起看一看 例如我切了眼睛 不要了 我先寫給你們 我免得大家不知道哪個地方 打哪個地方 例如一些政策 就是切了Investment 切了Investment 正正就是 Contractional Rate Fiscal Policy 但切了眼睛的話 Investment 是可以按Infrastructure 等等的東西 如果這樣切了眼睛 所以就會令到 Human Capital Politivity 全部跌跌 對不對? OK 所以看到有這樣的情況 這裡不要Human Capital 直接Capital 因為如果不就是Capital 你不就是Human Capital 也可以 或是Human Capital 就是切了Investment 按Education 那些資金 就是Education 那就可以影響到 大家的學識水平 OK 這些可以自己加進去 可以加進去 沒有所謂 好 再下一些TES 那你會看到 這個TES 因為加多了TES 會令到T升 最後YD跌 C跌 AD跌 主要令到Output跌 所以都是屬於Contractional Rate 但是Contractional Rate 就不是每一刻都是 整個Policy 你如果加TES 的話不是每一刻都是壞處 例如你如果加TES 的話是對著一些 High Income Group 的人加TES 那會怎樣呢 那就是窮人的收入沒有變過 但是變成有錢人的話 他要交多了稅 那收入就少了 那你見到之間的Gap 就會變成更正確的 OK 反過來 你剪掉Transfer Payment 都會令到大部分市民的Disposable Income 最後都會出現更多 都是Contractional Rate 但是為什麼會有Disadvantage 呢 如果你剪掉Transfer Payment 主要是剪掉了一些Low Income Group 那裡 那你便會變相令到窮人的Disposable Income 但是有錢人不受影響 李嘉誠也會賺開這麼多 那便會令到收入分配完全會跌了 對不對 那便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再下去就是講講 加Test Rate的情況 為什麼會有好或有壞 加Test Rate的動作就是 Contractional Fiscal Policy 因為加T Disposable Income 又是這樣的情況 又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 是否一定可以壞處呢 是否一定可以壞處 不是的 因為這個可以加Test Rate之後 然後呢 有可能會令到我的Test Revenue OVERALL來說也是會升的 OK 反而對於我們整個Fiscal Balance來說 我可能會賺錢的 對不對 所以對於政府來說 可能會有一個好處 但是反過來不好的話 就是 有可能令到大家的Working Incentive 跌了 然後收入跌了 跌得更厲害 最終是整個Fiscal Balance 還要萎縮 即是培料夫人幼稚兵的朋友 OK 即是本身這一個 就已經會T升 令到我們的Output跌了 但是變相 就令到我們Fiscal Balance T OVERALL的收入都跌了 所以這裏不是培料夫人幼稚兵 是這樣的意思 OK 所以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再到最後一個 緊縮性的Monitoral Policy 有什麼好處或壞處呢 這個Output Gap 又是不特地說的 因為大家都應該能夠收入 另一方面 特別說 Contractional Monitoring Policy 是會令到Price F低 一定會是Price F低 因為無論如何 動貨幣政策 一定是動AD 你看這麼久都從來沒有動過Sort 1 AS 如果無端見到的 應該是你自創的 那你動了Sort 1 AS 不 你動了AD的時候 AD跌 Price F低 令到我們其實 那個生活的Cost of Living 低一點 Portracing Power of Money 升回的話 其實有個好處 這裏會有一個好處 但限定的Monitoral Policy 也未必是完全是好的 甚至乎有些不好的 OK 這裏我們可以看看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我想說 基本上整個Monitoral Policy 有什麼 Disadvantage 整個Monitoral Policy 你看到我這裏 下去的Other Factor 因為其實沒有什麼位置 其實我是想這樣 這兩個Combine 這只是說 你自己聽著 這只是說 Monitoral Policy 有什麼好處 不如這裏寫 Advantage of Monitoral Policy Other Other 其他的 這就是沒有關係的 這就是沒有關係的 跟Expans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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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係 只是Advantages of Monitoral Policy 可以嗎 這就是 Disadvantages of 一些Monitoral Policy 可以嗎 這就是沒有分 Contractionary 或者Expansionary 有什麼好處 就是 有時候用Monitoral Policy 你會想 做高 你的金融供應 然後控制 Ad 或者 你想按下 你的金融供應 做高 或者 做低 你的金融供應 但是 用Monitoral Policy 有一個 壞處 就是 你不一定做到這件事 你不一定做到的 因為它受制於 你之前學過的第十一課 就是你要怎樣 你一定要有 你一定要假設它沒有 Cash Ligage 有Sufficient Demand for Loans 才可以的 如果有Cash Ligage 如果有Insufficient Demand for Loans 你依然是推不到 Monitoral Supplier 依然是維持不變的 所以Monitoral Policy 不一定是絕對好東西 有機會中伏 另外 用Monitoral Policy 有另一個好處 就是 Decision Making 可以快一點 有一個快速的Decision Making 變相的話 即是插 Fiscal Policy 這裡沒有位置 我特別在這裡寫 這裡沒有說 是關於 到底是Expansionary 還是Conceptional 總之是Fiscal Policy Fiscal Policy Disadvantage 就是它有很高的Administration Cost 而且它要很長時間 通常是In Norm1 例如基建的 它就是In Norm1 才會有影響 這就是In General In General Fiscal Balance 的懷處 General 你聽著 好處當然是 我可以移動AD 好處 可以寫GENIAL 我看看是否足夠 看看可否加一粒general 這裡可以 我另外再給一個 general的fiscal advantage 就是它可以完全adjust 這個ad或者sras 兩邊都可以 它有個彈性 它可以adjust ad也可以 adjust sras也可以 這是它的好處 我這個寫general advantage 先加回 免得你們有招藥 1book的時候完全不知道我寫了什麼 它全部呆在這裡 可以嗎? 大致上就是這樣 用了很多時間去講 但其實所有事情都很虛 做下去就會知道是怎樣 但還是先聽 大致上是這樣 紅色就是教了一些general的東西 就是這樣 這一次 後面還有兩段影片 一段是教你MCE加Long Quack 一段是Evaluation Evaluation應該是最難的 但不要緊 我會在這裡和你寫完 功課的時候 我會上課才會教的 可以嗎? 就是這樣 有機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